陆毅从草原赶回来时 偶尔能听到惊吓在叫他 像是他思念过度的恍惚错觉 可他信 就是惊吓在心里想他了 甚至 他在跟他求救 他怕 他回身便是一场空 惊吓颤着声音加了句 大人 你回来了 陆毅缓缓转身 看着那一手扶门 一手抱负的人 他眼中带泪 要哭不哭 最是让人心疼 摇摇对视 东方即白 晨光正好落下来 惊吓闽唇 却是笑的 声音清脆 眼泪掉下来 向他张开手 大人 陆毅透过黑纱看他 若不是怀了身孕 估计早就跑过来了 他快步走向他 一把将他搂在怀中 像是如是重负 像是上天恩赐 眼一闭 尽是酸涩 那压抑着的泪就落了下来 我回来了 此次分外凶险 他真的做好最坏的准备了 惊吓得到陆毅的回应 眼泪悄无声息 却完全止不住 这才是他的大人啊 大人去哪里了 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被欺负 大人瘦了 有没有好好吃饭 陆毅回答不出来 在草原的十来日 他有很漫长的故事 几次历经了生死 那是敌人早就设好的局 我很好 如今这样就很好 惊吓止住泪 在陆毅肩上蹭了蹭 陆毅身子一僵 陆夫人在干什么 若是平时肯定让他撒手了 可他此刻却完全不想松开他 不哭了 惊吓松了陆毅 去摘他的围帽 大人 我就知道那人不是你 陆毅握住他的手 先不摘 我如今不太方便露面 惊吓不勉强 他知道他是陆毅 他就是知道 他就这般歪头看着他 似乎怎么也看不够般 他忽然点了点脚 隔着黑纱 亲了亲他的唇 陆毅赶紧护住他 有了身孕都不知收敛 不可胡闹 林惊孝的声音忽然传来 小孩子家家的 不能看这些东西 惊吓看过去 下意识松了陆毅 青天大白 光天化日 搂搂抱抱不太好 林惊孝捂住和尚的眼 打亮的目光落在陆毅身上 和尚 去找你鱼翠姐姐 和尚听话去找鱼翠 频频回头看陆毅 这谁啊 他一点都不喜欢这人 陆毅盯着那和尚 为什么和尚会在这里 他似乎说过 下次再遇和尚 就把他关进大牢里 我若说 他只是路过您信吗 惊吓抓住陆毅的手 他该如何解释 玄虎堂窝藏通缉犯这事呢 林惊孝一跃到陆毅跟前 拐杖一出 欲将陆毅逼退 小小姐 这是谁 你给孩子找的爹吗 若真是如此 那可是好样的 整好那傅心汉今日娶妻 陆毅手腕翻转 顺势化解了林惊孝的攻势 且听话的退了几步 惊吓在侧 他不欲动武 林惊孝拐杖一主 忽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他欲盖迷彰般 小小姐 没有复兴汉 你千万别多想 惊吓挡在陆毅跟前 眼里是欢喜笑意 真的没有复兴汉啊 他是陆毅 陆公子今日大喜 林某人恭喜恭喜 你来作甚 难道还要在小小姐心上扎一刀 林惊孝看着惊吓那哭红的眼眶 他上次在陆府就没教训够 今日这是送上门来了 拐杖拔出 剑气恢红 陆毅 他真的太难了 他从后背拔出一把宽刀 生生将老前辈的剑拦了下来 仅止退半步 林惊孝愣住 接住了 难道他伤口好了 又是过了几招 陆毅全都能接住 打斗的声音 惊动了宿醉的盖书 他拿着酒壶出来 晃晃悠悠出来 他谁啊 怎么打起来了 惊吓 他是大人 快把他们拦下 臭小子 盖书将酒壶捏碎 挑了一旁的木棍攻过去 惊吓 大人真的好难 林惊最近很是烦躁 陆毅脑子抽了 惊吓动了胎气 家里藏了通缉犯 师兄借酒交仇 一大清早还不得消停 他推开门 抓了几个碗扔向他们 碗落地 声音脆 三人似乎冷静下来 林惊板着脸 眼神屁腻 谁再打给我滚出去 玄壶堂是林惊的 没人敢动 盖书向来听林惊的 林惊孝是个借助的 陆毅他本来就不想打 惊吓着急走向陆毅 还未走两步 那人就到他身旁 伸手去扶他 没吓到你吧 惊吓摇头 大人你没事吧 我没事 看他二人这般 旁人仗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难道 陆毅的苦衷解决了 这二人和好如初了 是他们老了吗 为何年轻人的恩怨情仇 完全看不懂 晨光破晓 渐渐升高 锦衣未穿过城门 日夜兼程 尽是疲惫 有人相迎于城门 毕恭毕敬 恭迎指挥同志回京师 指挥使在锦衣司等着你 陈福风尘仆仆 便纵陆毅不遣人来 他意会先去锦衣司报道 他有太多问题想问 韩生那封信宛若利刃 扎在他的心头 他 进退两难 一边是陆毅 一边是韩生 锦衣位指挥使司 一如既往 森冷 陈福进来便察觉到不寻常 一去两个月余 似乎有东西变了 他入正厅 陆毅垂谋看卷宗 他毕恭毕敬行礼 大人 顾沉抬头 此去辛苦 云阳如何了 陈福未曾想陆毅开口就与他谈公务 还是那种该死的熟悉的支配感 他下意识就秉公汇报 属下已摸清驻军人数 地点 将领 但云阳聚显而守 我军久攻不下 双方拉锯 局势胶着 属下以为陆恒一人足矣 而京师正缺主心骨 便一路赶回京师 你回来得正好 我从草原得到份案探名单 才知锦衣位里 尽是些吃里爬外的家伙 这几日在肃清锦衣 陈福看陆毅在正常不过的模样 他都疑心见到寒生是一场梦 若不是那封书信真是存在 大人 属下有话想问你说 顾沉看陈福欲言又止 何事 陈福看了眼左右 顾沉抬手 秉退左右 听闻大人被修了 顾沉垂下眼眸 似将痛苦掩埋 他性子刚烈 又怀有身孕 我拦不住他 只能先顺他的意 他抬起茶杯 手微颤 抢压着 平稳无波 是我不好 我酒后错认 寒生没拒绝 我必须给他个交代 顿了顿 那人叹息 阿福 对不住 陈福跪着 眼眶红了 寒生信中所言都是真的 哥哥亲起 贸然前来 是寒儿冲动 陆毅与我 已是定局 我非清醒 但清白与他 他对我负责 要我过门 他与姐姐已获离 但我知晓姐姐深爱他 我本想 若哥哥能娶我 那我便不用嫁人 可我一人独坐许久 终究觉得不妥 我如何能害哥哥呢 此信断情 是我不对 将哥哥牵扯进来 我已在归途 将嫁陆府 哥哥误念 陈福发现 他后悔了 他那时不该有半分犹豫 大人 你为何要这么做 陈福手紧握成拳 青筋抱起 既已许给今夏山盟海誓 又为何背信弃义 既已默许他与寒生 如今又为何要横刀夺爱 你是有什么不满吗 那坐于高位的人 不轻不重将茶杯一放 陈福张张嘴 不满 他该对陆毅有什么不满吗 他出自陆府 命是陆府的 他忠于陆毅 不只是为恩情或仕途 是他敬陆毅 他愿意为之舍命 人这一生 若是没有为之舍命的人 那就活得真是太寂寞了 如今的陆毅 还值得吗 大人 你为何要这么做 他又重复一遍 声音低了几个度 他发现 他此刻在愤怒 他愤怒于他爱的女孩被欺负 也愤怒于他敬的主子 默然辩解 陆毅看他 并未回答 他早就回答过了 他久后错认 韩生没拒绝 陈福得不到答复 心如死灰 陆毅依旧是他的主子 可他却找不到尽他的理由 他是陆毅最终的铺 他万事都可以为陆毅 可陆毅却拿走了他唯一奢求的 韩生在哪 陈福握住腰间的香囊 他不信 韩生没有拒绝 他那么高傲 怎会甘心插足 又怎么容忍被错认 他曾来找他 是他的犹豫让他后退了 在我府中 你娶他 就这般 他是金贵之身 只得陆毅此般轻慢 金中诸事繁多 不宜大肆操办 只行个简礼 轿子抬侧门入 陈福拳头钻得死死的 他捧在手心 靠近半分都不敢的姑娘 陆毅要抢过去 凭什么不好好对待 顾臣玩味看着陈福 真能忍 还是不是男人 大人 你不必对他负责 我完全不必如此勉强 我可以 我也愿意 替您给他安稳将来 陈福几乎将牙都压碎 大人对待韩生 向来都这般 小时候女孩哭烦了 便扔给他 女孩送的小物件 不想要也给他 成年后 公主众人娇宠 食指不沾阳春水 为之煮的甜汤 又到了他腹中 哪怕是草原王子 求取大人 不照样转手塞给他吗 他习惯了 陆毅根本就不在意 不如他的情万分一 那又凭什么将人娶回家 顾臣都惊了 还有这般上赶着接盘的 那大名公主 韦石过分漂亮 阿福 不行 她很漂亮 没人能拒绝 顾臣说这话时 笑得妖眼生花 透出无尽的意味深长来 岑福几乎火遮掩 缓缓握住了袖春刀 他实在是 太委屈 太愤怒了 他已是近乎卑微的祈求 而陆毅 没在乎韩生 亦没有在乎他 顾臣看岑福还在隐忍 他缓缓抽出刀 让他帮岑同之一把 是我一时糊涂 你有怒有怨 冲着我来吧 岑福再也忍不住 刀锋灵力出窍 大人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岑福从未指示过陆毅的锋芒 这是身为近视的本分 今日起 陆毅不再是他的主子 岑福锋芒毕露 眼底寒霜 镜子攻了过去 顾臣横刀一挡 锈唇刀上刻着的赫然是得字 刀碰在一起 擦除火花 病人相接 引得旁人冲了进来 一看指挥使跟同之打起来 所有人都是满头问号 要知晓 那二人感情甚好 岑同之这是怎么了 以下犯上 仕途不要了 顾臣倒是能接岑福一两招 但他肩伤尚未好 很快就落于下风 但岑福却越攻越猛 男儿血性与愤怒痛苦撕扯着他的身体 陆毅 为何要让他 这宛若施舍般 陆毅以前从不这样 哪次不是将他打趴在演舞场 来回之间 刀锋相向 越加愤怒 连连划伤陆毅 最后 顾臣突然收到 被岑福刺中肩膀 众人惊呼 岑同之这是疯了吗 以下犯上是要掉脑袋的 此时 好巧不巧 南镇抚司路过 他们负责锦衣卫内部的军纪刑罚 军将档案 所有人都目睹了 岑福有一次杀指挥使 顾臣捂着伤 终是开口 抓住他 瞬间 众人出刀 岑福成为众使之地 岑福尚未反应过来 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锦衣卫向他袭来 他出手竟是灵力杀器 招招致命 甚至 男友敌手 几个来回 就掐住了岑福的喉 狠狠撞在笼柱上 瞬间 喉头先田 岑福看向路易 他并未想杀路易 他只是太气了 他只是太委屈了 然而 那指挥使却不为他说半句话 岑福与云阳勾结 一欲谋杀锦衣卫指挥使 拿下 岑福明白了 从他踏入锦衣丝 他就觉得些许陌生 所有人都是陌生面孔 没有他的亲信 是故意支开了吗 他手腕一转 刀一转 切向那锦衣卫的手腕 那人被迫收回手 他后退几步 喉咙沙哑 无法发声 刚才那一击 伤了他的声带 他刚回来 疲倦不堪 未得喘息 对京中士一无所知 路易无端栽赃一个以下犯上 这些人趁乱杀了他再好不过了 这一局 是要杀了他 他们在忌惮他 他遭到陆毅的背叛 顾沉看着混战局面 有蒋先生在这 岑福必死无疑 陆夫人失忆 岑福马上要死 小公主要进陆府 那些有威胁的人 一个一个杀掉 岑福陷入苦战 为什么大人会变成这样 韩生说 陆毅性情有变 这他娘也变得太多了吧 他不是陆毅 他不可能是陆毅 不多时 岑福浑身是伤 他以刀撑的 血色蔓延 他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四万提琴 锦衣天下 都要落入敌人之手了吗 他甚至没有开口的机会 方才致命的锁侯 几乎要他命 他如今声音都发不出来 光是接招便是自顾不暇 这次的反派话一点都不多 而他 眼皮太重 看不清冲来的利刃刀锋 他 躲不开了 却是急风起 冰刃碰撞 竟是火星 筐 有人救了他 他抬眼 那人一袭灰衣上 戴着黑色帽帽 锁持是一柄八道的宽刀 那人将他拽起来 去找寒生 他默得清醒 这声音 陈福眼眶都红了 宛若被抛弃的小狗 想说话又想哭斑 走 陈福快不离开 敌人没能杀了他 那他日后就是敌人的噩梦 追 故臣下令 陈福必须死 他连勾结云阳的罪名都捏造好了 陆毅围帽飘飘 横刀一划 地上便出现一条痕 他语气森森 谁越过这界 死 蒋子云欲追 却被迎面而来的宽刀拦住 二人纠缠在一起 有人越过陆毅想要去追 不知何处又冒出一人将他们拦了回来 掉弓弩火冲排阵 故臣冷然下令 这二人不是善查 谢霄与陆毅被靠背 他悄声与陆毅说着 我以前觉得你已经够讨厌了 世上肯定找不到比你更讨厌的人 直到我见到你的仿冒品 你说 你怎么就这么讨人厌呢 陆毅再度确认 蒋子云伸手在他之上 他分不出心思与谢霄对话 眼见陆毅要受伤 不知谁捡了把袖春刀 扛住了蒋子云的铁手压迫 是盖书 陆毅无意麻烦二位长辈 但二位长辈对他很是不放心 对 二位长辈 林金孝已去武器库 只要断了弓弩 点了火药 就会砰